欢迎 欢迎阿兰达马车马 加西平坐 欢迎两位来到经典泳流传 来 有请 阿兰 你的服饰太漂亮了 谢谢 谢谢 两位穿的都是藏族的民族服饰是吗 是的 两位今天的这个合作 打算传唱咱们哪一首经典作品呢 李赫的马师23首新舞 那在演唱之前 咱们还是先听听康老师 对这首经典的解读 这是唐代诗人李赫所作的 马师23首起舞 他虽然写的是马师 但据我们所知 他出行主要是起一头小毛驴 他在这个毛驴上一边骑行 一边晃晃悠悠 摇头晃脑着沿着诗 只要想出好的诗句 就立刻随手写下来 投到他随身所带的一个诗囊当中 李赫啊 写诗是 噢 心力学 他才活了27岁 就英年早逝 就是这样一位怀才不育的青年 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官职 而且身体还非常雷弱 但是却特别向往骑在骏马上的那种自由 他写了这23首的马师 是希望通过这些诗篇 能够实现自己 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 在他的诗里边 骏马不仅仅是英雄的陪伴 更是英雄的象征 谢谢康老师 说到这个诗的话 因为我们的很多名歌里面 也有唱马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作品里面 又用了一点小心思吧 融入了一些藏腔 还用藏语把这个诗的含义给表达出来 把大漠沙如雪 阴伸月四沟的这两句 凭错把它用藏语唱出来了 要么教教我 也教教咱们历史经典观众 大漠沙如雪 其他科威给 其他 对对对 您说得很好 科威 科威 科威就是雪的意思 科威给就是大漠沙如雪 其他科威给 其他科威给 您好说的 我觉得说得好好 什么标志 这个音调我觉得很适合唱出来 所以我们更加更加期待 两位在这个创作上面如此精心 然后今天来到主舞台上的精彩演绎了 那接下来 让我们开启 阿兰 达瓦 卓马和扎西平措的 经典传唱时刻 大家好 我是经典传唱人 阿兰 达瓦 卓马 大家好 我是经典传唱人 扎西平措 我们把《大漠沙如雪》唱给你听 阿兰 达瓦 卓马和扎西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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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踏青丘 月光阴照的夜 书着阴晴圆圈 变成山花极雪 梦回沙塵林旅 等着一生零下 毕竟家人和雪 耶耶耶 耶耶耶 当不少入雪 夜山月四高 可当今晚到 快走踏青丘 大墨下入雪 夜山月四高 快走踏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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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夜夜夜 夜山月四高 功能不能得也 又是夜山月五年 工作室 更花思 谢谢两位 找他做得好 邀老师好 邀老师好 唱得热血澎湃 这首歌说是在说马 没有讲一个马字 包括他们在 他们的歌曲的延展部分 他们也没有讲过一个马字 把藏族民间曲调 融在这个边塞的这个诗里边 特别有这种边塞风情 听着让人其实挺受感动的 他们今天唱的这个 给我感觉是战事出征前的 对国家的这种忠诚 促使他一定要去 这种苍凉之感 我特别喜欢 其实我们那个藏族小调里面 它也有很多 拟人的一种写法 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大自然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 就跟李赫的这个诗词 我觉得很像 对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 马背上的民族 因为我们特别依赖他们 他们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朋友 所以两位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融入了本民族的这些色彩 但是李赫从来没有去过边塞 他跟之前我们说的王昌龄 这不一样 人家是身临其境过 李赫是靠想象是吗 是 李赫是李唐宗室 他是唐代一个比较独特的诗人 字是长吉 所以有人叫他李长吉 但是呢 他的这个诗被后人称为长吉体 他的诗稿 后来是晚唐的大诗人杜牧 为他写的序 杜牧给他写序的时候 给他了一个评价 大意是说 如果他再活的时间长 有更多的阅历 那他应该也不比黎骚差吧 但是因为年龄太小 阅历太少 创作的数量和规模毕竟没那么大 思想可能没那么深刻 所以呢 他叫做骚之苗仪 就是他是黎骚的继承者 李赫呢 虽然生命很短暂 但他发出的光芒很大 但是他一辈子 怀才不遇 他写这个马诗 有人认为那一年是个马年 所以他写马是以马自育 他这二十三首诗啊 每一首都有不同的含义 比方说有一首诗 写得非常有意思 叫向前敲瘦骨 由自带铜声 就这马很瘦 上面一敲 邦邦邦 发出铜的声音 你想想这诗就有意思了 这瘦马肯定说的是自己啊 太瘦了 但为什么带铜声呢 我虽然很瘦 但如果很有能力 我很有内韵 对他的马是里头的核心是 怀才不遇 第二呢 一旦为鹰竹所用 那我应该是奔跑得非常好 就像咱们刚才唱的这首 是不是 一旦遇上胡乐以后 对 燕山越四沟 何当金落脑 哪一天谁给我带上个黄金做的龙头 受到重用我就快走 快走 越是在梦想当中展开的理想 越是非常璀璨夺目 以梦为马 他写过做梦的时候就是梦天嘛 遥望七周九点烟 一红海水 背中泻 什么意思 他站在地球外头 看那九周 每个周都是一点烟 大海就像杯子里头的一杯水 他想象力太丰富了 对啊 他想象力太丰富了 所以在藏族文化当中 应该说马皮和英雄 也是经常连在一块的吧 是的 在我们家乡赛马节的话 是各个地方 有些小道村 它都会美音聚心 第二个 我们藏语里面的好运 运气 叫隆的 隆的就是风驰电车的骏马 所以马代表着一个好运势 一个象征 中国人很早经常借马来遇人 这就是像李赫写马师的这样一个 再一个就是 马皮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 实在是扮演着太重要的角色 他们是人类的交通工具 人类都对他们寄予了 有的时候像家人一样的感情 所以人们在马皮身上 实际上寄予了很多 对于美好生活 和美好的友情的一种向往 所以我在想麻也好 过去古代编赛诗里面 那些豪情壮志也好 到今天 歌上没有变 仍然是为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富强 安宁 但是表达方式 在发生变化 所以今天 从两个藏族的青年歌手 带给我们的这首经典 你能感受到 无论是在祖国的东南西北 四面八方 这样的年轻人 仍然在追随着过去 我们对于力量 信念和理想的 这种最美好的渴求 所以今天的年轻人 仍然还在向着最美好的未来 快马加鞭 不断奔腾 接下来请为经典传唱人 阿兰达瓦卓玛和扎西评措 开启分享 我是经典传唱人 阿兰达瓦卓玛 我是经典传唱人 扎西评措 如果你喜欢这首 《大漠沙如雪》 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 敬奖诗词 传唱经典 志祭英雄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